欢迎收看屈鸡头条 我是章鱼大鱼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立足香港 谁招中国 放昏世界全部市 美国高盛集团7月5日发表报告 指出中国主要国有银行的地方债务风险过大 因此下调这些银行股票的评级 从中性或买入降到卖出 也导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股市全面下滑 同样都是高盛集团 他的首席经济学家在14日表示 随着租金和商品价格的上升速度放缓 美国通胀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大幅度下降 经济有望实现软着陆 今集我们讲 高盛唱税中国 美国经济软着陆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陈杰博士 大家好我是陈杰 郑国均博士顾问行 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均博士 大家好我是Dr. Raymond 中华智慧管理学院院长彭云基教授 大家好我是彭云基 在节目开始之前 提提大家记得订阅WATK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结果你觉得中国的地方债务 是不是正如高盛说的这么严重呢 我想高盛作为一个叫做金融机构 去说这番话 当然我们自己都要省察一下 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顺度提一提 作为投资银行投行 一定是要创造利润 给自己这个金融机构 基本上要做的是 趁低吸纳 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如果个个都很高价钱 买就没什么必要 趁低吸纳 要么人家真的很低 你去买 另一个人不低 你便做低 这个手法是不是有这样的嫌疑呢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当然我亦都说了 你说地方债务存不存在 我想我们要坦白成一件事 我们是有这种压力在当中 地方债务怎样形成的 我想经过这么多年的 国家开放以来 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债务 我想都累积了相当一段长的时间 也都加上三年疫情 令到很多以前可能 叫做可以透过 不断的循环的时候 是可以不将问题暴露 到现在 你那个循环可能是 没那么smooth 没那么顺滑的时候 有些问题会爆发了出来 那地方的债务出现 我们要回回头 还有一个问题 债务不会是没有抵押的东西 你一定是有资产 只不过叫资不抵债 那个正的东西叫做债 如果只能抵债 那正的东西就叫做资产 现在有地方债务产生 即使你那个资产 属于不是那么好的资产 可能我假设 因为当时最快的 亦都能够在政治上面 叫做反映出来 令到他拿到政治上的 一种加分的 所以很多地方的头 就会比较鼓励 一些快的 能够立即看到 业绩的东西 房地产 大家看到现在相对来说 很多房地产都出现了问题 很多都出现了难尾 交付不了 当然这个三年疫情 令到很多中产的人士 即是叫做购买力 各方面减弱了 所以变成了没有一个承接的力量 在当中 令到很多这些商品房 变成空置难尾 做不了 这些成为了这个地方的 就是一个债务出现了 当时可能也有政府的担保 政府的投入 各方面令到这些问题 显身出现 这些问题是存在的 但是 我刚才说的 他不是完全是零的 你说难尾楼 难尾楼就算起到一半 他都有一半的价值在 只不过现在 你没有办法令到一半 变为你的资产 现在你看到 透过什么方法 可以激活这件事 首先就是 人的购买力 你要帮他健康地 增长他的购买力 帮补到地方经济的循环 政府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 当然很多人提及 是不是中央可以继续协作 激活地方的经济 我相信是可以透过 不同的方法去激活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 就是 你说到我们有地方债务 但是我们GDP的增长 就是说疫情之后 我们今年仍是预计有5%的增长 很多地方 都已经是少过5% 有负的都很多 如果这样相对来看 问题是不是好像高盛所说的这么严峻 我想这个大家要考虑一下 另外一件事就是 这个债务到底占我们的GDP 有多少 只要我们的GDP继续增长 国家整体的经济是好 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逐步逐步去解决的 情况跟美国有点不同 大家要知道现在 美国的债 我们说的美债总数是超过了美国的GDP 是可以的 我们未去到这种情况 如果高盛是关心的话 其实是不是更加应该关心 去怎样解决美债 尤其是现在 我们国家都不会大幅提升买美债 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底美债何去何从 我想是否高盛应该去关心这些问题 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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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地方债务 很少有人说美国的地方债务 有没有跟观众说 美国的地方债务的情况又是怎样 或者我这样说 其实这次高盛说地方债务这件事 其实地方债务真的唱了很久 经常都说中国的地方债务很严重 朱鱼翅鱼快爆煲 种种种种都听过 但是有一种事情我一直都觉得 好像是没有什么人用这个角度去看的 就是大家想一想 比如好像刚刚讲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怀疑 就是刚刚我们国家 就是丢了一块钱 就给贵州 贵州的债务都挺严重 2万5千亿人民币 当然这句这样的说话 你去了西方媒体 你看一下中国 那个政府 差2万多亿人民币 就说到你 基本上明天末日 为什么我说要用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事 我先跟大家去看一件这样的事 我们有国债 我们的省政府有债务 美国有国债 它的州政府也有债务 那美国的州政府债务又如何呢 美国的州政府 大家都知道美国五十个州 那它最大债务的州是什么州呢 加州 第一个是加州 它在说是欠5千多亿美元 接着就是纽约 然后是德萨斯州 伊利洛州 佛罗里达 然后是马省 然后是沃海沃 然后是新加州 最后是华盛顿 他们在说的数目究竟有多大呢 第一 你要明白 美国如果你看一看 它那五十个州 我刚才说的这十个最欠钱得多的州 其实在美国也是说一些相对富裕的州 大家都知道加州是富裕的 加州不是很窮的州份 你不是说好像 Lewisiana 即是Lewisiana 或者是Mississippi 西比 不是那些 你是说富裕的州 富裕的州 是欠最多的钱 为什么呢 刚才我一开邦的时候 我不是说是贵州的吗 贵州是其中我们最窮的省份 中国的国策 我们在说的是 会投入最多的钱 最窮的省份 因为我们要帮最多的人 我们的目标是看人 不是看花 美国是最有钱的州份 就是浪费最多的钱 因为他们要享乐 要去挥放 所以大家的想法是完全两回事 截然不同 如果你用美国人的想法的话 我用一个这样的比喻 就是他是一个渣男 他每天都捧三个女孩回去上床 然后第二天他告诉你 他脚丸了 他搞不定了 然后他看到你中国 他说你带了十几个过去对面 不用问你明天 他都已经神规了 你明天一定是神衰竭的 他于是就这样说你 但原来你看中国在做什么 那十几个是什么阿婆过马路 你是在说做好事 美国就好像一个生活不检点的渣男 那你自然三日之后就脚都远了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不是这种不检点的人 那我们都是很努力去做事 但可能都做到脚都远了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 他是神规 然后你就说我们神衰竭而已 他是把这些东西推进来中国 这个抹黑的方法 他们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看一下上海都有债务 如果你用他的债务 和他的能够还钱的能力去看的话 没错 有些省份是欠很多钱 他也很难去还 原因是因为他真的窮 也有些是欠很多钱 但是他有能力还 那你要分开两个 美国是将那些有能力还钱 或者有能力洗钱的地方 就洗得更大 洗得更严重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大家想一想 美国有州政府的债务 由国债 大家都知道他三十几万亿了 不用说了 但是刚才我说他加州是欠最多钱的 那他平均欠多少呢 原来平均每一个州欠640亿美元 但是你不要不记得 这个国家是说3亿多人而已 我们说14亿人 即是说 美国的每一年的开销是三万多亿 他的国债三十几万亿 他的开销就是他州政府债务 基本上是那条数 我们中国呢 反过来 如果你算我们中国的话 我们中国政府的国债 都是三万多亿美元 其实原来我们是少了很多钱 为什么我们少了这么多钱呢 因为你看看美国 他放了钱去哪里 我们是说放钱去人民 他说放钱去搞人民 完全是两回事 根本的逻辑和思维是完全不同 但他用同一个思维去看你的债务 他自己就是借钱 然后就是花天走地 你借钱就是你去建设国家 根本是两回事 你将两件事相提并论 然后说明天就神衰竭 你先搞定你自己 你现在已经是神规了 所以根本是两回事 这一宗新闻 高盛这样去看法的话 其实就摆明是 将一个资本主义的想法 强调套入一个 真是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政府 去想法 这样去看的话 你怎么看都不会看得美 白鸽先生 全球在后新冠都面临着衰退 那我们中国的经济 又面临着什么问题呢 虽然过去那几十年 中国成就了很多经济的奇迹 但如果你是真的在中国做生意 你就明白 建造这个经济奇迹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如果当年你能够明白 中国整个的经济怎么发展呢 你就看到就是 当时这个中央的决策 就是收收放放的 通常我们说 当那个政策一紧的时候 经济一直都会收紧 一放就会好很多 但是一收就死 一放就乱 所以为什么呢 是在一步一步收放收放 慢慢从学习之中走上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就看到了 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最严重的影响 其实是在新冠那里 当那个新冠来的时候 我们都和外面的交往是少了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那个 其实经济影响是不轻的 当你希望放出来之后 希望能够可以立即可以弹上去 是有一个好的进展放开 但是也都不是那么快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封口的时候 其实在这中间里面 确是非常之多的厂啊 企业啊 是倒闭的 因为没办法 因为那个经济一收一管实的时候 那个经济就慢慢就会下来的 新冠疫情呢 基本上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 不是那么蓬勃的 而是因为刚刚那个低迷的时候 很多的民企啊 这些企业呢 他们都是倒闭了的 那你想一样 其实一个社会的经济 除了国家的力量之外 更加重要呢 就是如何换起民间那种动力 那么在这个情况 你看到呢 当这个民间的动力呢 是强的时候呢 整个经济就会上 我们的国家政策呢 都是这个的 各进就民退 那么这个呢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呢 民间的那个动力呢 是少了的 那么你想想 经过了这个 这样的新冠之后 现在我们希望慢慢可以上回去了 所以 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关于这个消费的那个 这个意欲 如果那些人呢 面对那个情况 是比较上是不利的 或者呢 明知了呢 那个市民不是那么好 那个肯花钱的那个意欲呢 都会低的 那么这个呢 是形成了整个那个 一个连锁反应的 那么想想 我们中国人呢 就很强调一样 就是说 当年如果是形势不好的话呢 市道不好呢 就是个个都要处足 留一点就不要花了 好了 那么你看到一样东西了 如果你本身来讲 是消费的意欲低的时候呢 自然那个市场的需求率低 于是它的生产亦都低 就像我所反映的 整个的市场呢 都变了是比较上慢慢萎缩的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呢 在这个新冠之后 的后悦性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刚才 Dollar Rayman所说 关于这个投资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呢 现在那些地方政府呢 他们跟很多地方的 外面美国啊 其他国家会不同的 他们本身的地方政府 他自己本身是主动去投资的 主动去投资的时候 其实 刚才你讲得对了 投资是想个民生好嘛 但当如果本身警告的市场 也都不好的 收益不好的时候 于是否就连累到 政府这个投资 也都会回收低呢 那么所以你都整个 那个连锁反应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你看到一样东西 我相信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呢 尤其是面对新冠 中央而言 在这个策略上面 很多时候面对很多个矛盾的问题 究竟是这个管呢 还是放呢 注重这个管啊 还是注重经济呢 那个矛盾在这里了 好了 但是呢 到了真正开放出来的时候 其实呢 情况来说 确实呢 我觉得这个高盛所看到的东西 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不是这么严重呢 我就觉得 不一定一定 因为你看一下 虽然这个行势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连锁反应的问题 你又看看一些数字的话 在过去的年纪里面呢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呢 和国际的形势呢 其实在有些地方 我们中国的贸易呢 是增长得很快去的 尤其在哪里呢 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呢 他们的经济的合作 很厉害的 你看到他们的贸易水平呢 是提升了超过四成 我们中国的俄罗斯的增幅呢 是可以能够去到 差不多接近一倍 那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说呢 不是太好的经济情况 但也有些地方 增长得很快脆的 那就是说 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呢 整个我们中央的政策呢 就是在下半年 这个重点就是呢 怎样刺激经济 因为你看到一个国力的实力呢 是否够这个兼顾呢 就是靠你的经济 究竟是否能够支持的 但是再看回整个国际形势呢 也都不是太乐观 为什麽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新冠呢 因为俄乌战争呢 所以变成一个情况 就是整个西方的国家 和外面呢 那个经济大为是都不是那麽好 那你看到我们中国是以出口为主的嘛 那如果你本身的顾客 那些购买力都是低的话呢 那变成来说 我们的生产出来而已 但是都没有人去买的 或者他们的购买力不高的 那于是呢 你真正正来说 增加得很快 也都比较困难的 那这个呢 老实说 从这个整体来说呢 我也都不希望呢 美国的那个 那个经济呢 是不会真的倒下来 因为怎解呢 它始终都是这个第一大经济 这个购买力的影响全世界的经济 都很关键的 所谓的经济和政治啊 和这些呢 基本上是完全环环相扣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看到大为是的呢 基本上来说呢 就是你影响我 我影响你 为什么中央强的一件事呢 就是说一个合作 和一个共同体呢 真的不是很想你死 你死了我没有好处的 完全 那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在呢 问题就是美国 他们基本上 他们的西方这些国家 能不能真正意识到 喂 这样斗下去 真是大家抱着死的 如果能够可以呢 就是要救人救自己呢 都是这个呢 他要将他们的那个态度 又又转变才行 你觉得现时我们中国呢 可以怎么去应付经济的挑战呢 我想我们国家呢 就和美国有点点不同 我们现在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有问题 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去解决 我们做好 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不是想着 只要你衰就行了 你做了衰过我 现在美国的心态就是 他自己有些问题 他希望你不行 你衰了 那他显示他没那么衰 用这个方法呢 其实是 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说美国的经济 我们都不希望他硬着陆 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和世界 那么多地方都有 各种的经贸关系 经贸关系 我们是不希望有事的 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希望他真的软着陆 他硬着陆 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我们不会像他这样 唱衰 对脚经济 或者什么 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看我们现在的债务 去到的阶段是去处理好 处理好地方债务 因为我们和美国是很不同的 美国很多州都去破产 我们就不会容许 我们某个省去破产 没有这些事情 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国家 我们要做 如果地方不行 也不是靠中央去想办法 去怎样去帮你 刚才Dr.Raymond 也有一个很好的分享 我们现在地方债务 你想想 其实它衍生出来 当然可能有个别领导班子 在决策时出现错误 引致今天的问题 但也有一些是什么 大家如果自己在内地 有工作过生活过 你会看到 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内地的医疗体系 一个很大的进步 以前国家开放在香港的报纸 说死在你门口 你都不给钱不医你 到现在是否这样的情况 现在内地 因为医保各方面做得很好 很多人都得到及时的医治 钱从何来 这个问题 教育 以前香港我们搞很多希望工程 去当地去学校 现在不是 国家规定了 现在国家十二年的国民教育 是必须要保持的 而且学生去到那里 连书保费都是免的 这样的标准 不会因为你贵州穷 所以你贵州不享受 就要你暗钱 没有的 其他富裕的和穷的 其实是一样 这是一个中央的政策 所以贵州为何 我已经没什么收入了 你还要我背这些 跟回国家统一的医疗教育 这些标准 钱从何来 的确需要有债务出现 我也看到很多地方政府 做了很多叫做得正的 以前我们经常说 高速公路都没建 就说要建了 才建收费站 去收钱 现在很多是有收费站的高速公路 地方政府出去拆掉 不准向这些交通工具 收那些过路费 或者通过的时候的公路费用 这些是得正的 那建路要钱的 钱从何来 所以变了很多债务出现了 现在我们国家 我想我们要做的是 帮中央政府 去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支持它 不过我想我们国家 都做得很出色的 就是譬如 一直在说的双循环 为什么有双循环 这一样的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以再和以前一样 依靠外面 一定要靠内部的带动 令到我们整个经济的 活跃度 不可以减弱 这些东西 就是帮政府 稳健的中央财政 去协助地方 可以令到它的发展 另外一些 负资产 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 令到负资产 即你的债 如何令到负资产 成为刺激你当地经济的 一个很好的作用 我举个例子 东北 今次恒大之后 有很多南美楼出现了 其实不止东北的很多地方 只要恒大的楼本 都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办法激活它 我举个例子 这些南美楼 政府出钱 建好它 不是拿来卖 你卖的话 正如刚才说 我们已经有一些 官网的态度 都不愿意去再买了 以前的三房 买四房 买多少套房 现在不买了 政府将这个建好袋 之后拿来做什么 大家想想 我们每年这么多大学毕业生 都向北上广深 这些一线城市去发展 其实那里的人才有点 功过于求 我们去深圳的朋友 很多大学生 为何你会肯做一些 好像跟你学历不符的工作 他说我在等待机遇 我觉得这个城市 发展的机遇也好 他们不愿意去三线 四线城市 譬如说说东北的城市 如果政府说 我要发展当地的经济 那些房还钱 都是没有人要的 如果很便宜的价格 甚至因应你某种资格 这种特殊的人才 我送给你 我的条件就是你要落户在我这里 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你如果让他们做这件事 你想想 首先有一班人进来 你这个城市 这班新进来的居民 移居了进来 这个城市的人 要不要吃饭 要坐车 这些都是他们的生活 要开支的 要有洗肺 这个城市的经济 因此而活落 你餐厅都多了人去 现在我们说 东北的天气很冷 那些人未必要出去做 现在我们培养一个IT行业 IT行业可以在家里做的 他继续是和南方 他的雇主或者什么 是保持着一个工作的关系 全部是大网络 我们现在说的是 五支六支的时代 完全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将这些不动产不动的东西 激活它成为 帮你可以去生产的资源 我现在只是用这个房 来做一个可行性的探讨 这些完全是可以激活这个城市 我们有足够的人 足够的空间 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些可能是债 变成是资产呢 这些就是我们靠民间智慧 一起去想办法 令到中央有足够的财政实力 去扶持地方 将其的 现在好像是债的一个 负累 变成日后可以 帮地方赚钱的资产 我想这个是需要 十四年人民一起共同去努力 一起去解决这个 目前的一个困难 帮哥先生 房地产和地方债务会有什么关系 作为这些地方的政府 你看到很多地方 过去这几十年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财政来源 都是在房产的开发 地之类之类 香港是最典型的 但是在国内是一样的 情况一样就是 因为为什么呢 基本上房地产的需求是很恩切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利润非常之大 所以变成来说 但是因为房地产一蓬勃的时候 是带起整个的供应链 这个经济的力量是很强的 但是你想想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新冠和其他的问题 令到房地产基本上 已经功过于求 太多的资产 太多的经济力量 放在楼市里面 当你一慢的时候 恶性循环就很严重了 因为这样的原因 你看到整个经济影响 房地产是非常之关键的 现在甚至你看到 在很多地方都有的 大湾区很多的楼价很便宜的 你都知道 我都想要套现 资金不够 因为本身房地产 就是一个资金流动的游戏 但是同一个时间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很多公司 就是当你上升的时候 你就能够可以 就是能够可以 承到那个势 但是很多公司 当它顺境太顺的时候 它根本就不会居安施毅 当它一转转回来的时候 就根本不知道 怎样去做法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多数这些房地产 公司已经去到很大型了 当它很大型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上市之类的东西 你想想如果作为一个中央 我们要怎样去管这帮人 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他们这些房地产公司 基本上是要用很多的资金 去借贷回来 才能够可以做到 这么多不同的项目 当它一直做到 到个深红的时候 多多得及的时候 突然一收回来 很多公司 都是这样倒闭的 那情况之下 其实那个责任 我觉得有些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银行 它真的需要 能够很清楚去监管 不要说监管 就是要很清楚去 能够可以 看得到究竟 你借钱给那个企业的时候 它的管理层 以及他们管理的方法 以及他们本身的操守 是好不好的 你看到很多时 房地产在中国盖 借了出来 亂花钱 然后又怎样呢 还有上市公司 情况是什么呢 它将那些 新金 花红的东西 是给自己很多的 这些是没得管的 但是问题是 公司基本上 你花了很多钱 那些钱很难 都是借回来的 公司的利润 不是真的那么高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将借回来的钱 就拿到自己那里 但是公司的发展 就会有这个局限 如果是越来越多 这些公司 那个结果 基本对经济的影响 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有些公司 如何呢 拿到这些钱 就拿到国外 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况 要监管 是非常之关键的 好了 无论在这个 证券的监管 以及还有银行 做到这个责任 是要看着这些公司 你看到好像在恒大 哇 能够借到那么多钱 怎么可能一间公司 要拿到钱 根本是没可能还的 那意思是什么 完全是变成了 一个音乐椅 借借借借借 到最后爆煲了 对不起 你不幸 作为一个中国 这么庞大的经济 老实说 中央是很难管的 但是你一定要花功夫 在这一方面 如果经济一爆的时候 基本上影响人太大了 所以你看到 今次恒大影响那些 真的很多时候 要什么 要补回来的人 才可以满足回来 你想想那些人 放了那么多钱 那一世子 就投资到这家屋 没有了 你几惨 所以这一个 我觉得是对中国的经济 影响非常之深远 教授你说得对 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 都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每一个阶段 我们其实都学习 而且是交学费 当然 我们不希望 我们学习的东西 学不好之后 又继续重演 我们说之前 无论是海南航空 现在的恒大 他们都是有他们的问题 当中 而且也涉及了部分的贪腐问题 那么我们既然找到问题在哪里 我们就尝试去解决它 不要被同样的问题 不断的重演 我想既然交到学费了 学好了 我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而且会令到国家的整体经济 是越来越健康的 Darman 那你认不认为 美国的经济 会正如高盛集团所说 会软着陆 其实我用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用州政府的债务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你看到 美国和中国真的很有分别 美国的州政府 他们的财政来源 其实主要是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销售税 第二就是房地产的税 还有销售 换句话说 其实如果市货不好 他们的州政府的财政收入 就会很大影响到 那如果你有看下的话 其实 为什么他们好像说得那么响口 就是说我们省的政府 债务债台高足 但是不要忘记 刚才我们举过例子 譬如说贵州 那个是其中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和美国加州 最大的其实差不多 那最小呢 如果你看看美国的话 其实用刚才我们的逻辑 就是见到美国是将钱洗到有钱人 你会发觉 他们最穷的州份 那个债务是很低的 这件事是一件很奇特的问题 换句话说 就是你的州穷呢 就不要指望有人帮你 所以这件事呢 其实我也觉得在这件事上面 大家要明白这件事 那些人常常以为 你去美国呢 就有救制勒 诸如此类 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实际上就是 你有事的是靠自己的 反过来 中国呢 他才会理你 但是问题就是 很多人都见不到这件事 很多人都以为 你去美国 政府就会理你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 来的 特别还要看你去什么州份 如果你去那些州份 譬如他现在说的 是真的窮的州份 例如阿肯息州 或者是Kentucky 或者是西维珍利亚州 这些都是相对窮的州份 你看到的是什么 槍击案等等 那些东西 政府也不是很多钱可以花的 那你说美国政府 能不能够软着陆呢 其实老老实实 如果用州政府 最接近民众的这个想法的话 那市况不能够调置好的话 销售不好的 房地产不好 其实美国一样都做样的 他一样都软着陆不了 如果他继续都是这样 继续加息下去的话 其实他自己的房地产销售都不好 那当然了 他的泡沫不是太严重 但是日常的销售 那样东西直接影响他收入 所以如果他未来真的会开始 加完了 不再加下去的话 那是有机会见他软着陆的 但是如果他再继续 不理再加下去呢 那就很难说了 今天三位嘉宾都希望 美国能够软着陆 那我们就奉劝高盛 发好自己的光 不要吹息别人的灯 今集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最后最后